根据本台记者陈永青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6月24日发表公告 表彰旧金山一线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贡献和牺牲 布里德指出 这些重要的一线工作人员 在新冠病毒期间保证了城市的运转和居民安全 疫情爆发初期 市政府要求所有人居家避疫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是这些一线工作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服务着全市居民 当旧金山市重新开放时 他认为感谢这些一线工作人员的最好方式 就是尽所能地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布里德在公告中还宣布本周是重要员工周 以此向一线工作者表示感谢